所以去到核心單元七,才是真正觸發艾琳的效果 衷心感謝大家的一定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 都是令到本頻道可以保持製作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繼續和大家玩鋼藍 鋼藍台版的1.1版本,終於實裝了 這次影片就和大家看看這次台版實裝後的更新內容 以及會和大家一起看看這隻1.1版本的戰術家艾琳 這隻角色值不值得抽,以及抽取建議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介紹環節 Let's go 台版剛剛實裝1.1版本的時候 發現了和上次介紹的公告有少少出入 所以第一部份會補充一些台版的更新內容 上次影片介紹過,今次更新就會多了三個的擴充關卡 前線試練,挑戰首領以及主線關卡 除此之外,精英關卡亦都有全新章節推出 至於全新玩法,武裝討伐 角色等級到70級,才開放 所以我們1.1版本提升角色等級層面上最高達70級 以及角色的仿新電腦,終於可以透過精英關卡獲取更多不同的素材 然後介紹一下一些實裝的功能,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工會系統 目前工會系統要根據同伏的玩家才能加入 以及工會裏面有個傭兵系統 我們可以選擇最強的機體作為傭兵 傭兵列表裏面,我們點擊固傭 就可以使用工會裏面的傭兵 我們每次使用後會有一個累計的傭兵收入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關卡使用呢? 就是主線關卡、緊急關卡、精英關卡和武裝討伐戰都可以使用傭兵 每次挑戰成功的時候,傭兵就會獲得相關報酬 社交系統除了工會之外,還會有新增好友 也可以透過好友系統進行聊天 接下來就是關於環島物令 戰令系統 戰令系統和上次影片介紹過的都是一樣 有兩個不同的指令 分別可以獲得自選機師和自選機甲 個人認為CP值最高的就是左手邊 炎火指令,純粹獲取機師就足夠了 因為機甲其實都可以透過我們灰準行動來獲取 既然可以介紹灰準行動,說一說今次更新的內容 只要達到3900分、2100分 是可以獲得橙色機甲 至於橙色機甲方面,今次就追加了一些新的機甲給大家獲取 就是符列達的專用機,霧色之牙 諾沙專用機,XR 海拉 以及孔爪 今次更新除了多了一些橙色機甲可以給大家兌換之外 我們還會多了一個叫神秘商店 神秘商店,個人認為無論是無課玩家或微課玩家都是必須兌換的 因為我們可以透過少量水晶來獲取一些高算力的晶片 正常這一堆高算力的晶片是要透過戰術模擬來獲取 現在我們不需要那麼辛苦推這個戰術模擬 因為我們可以單憑神秘商店來獲取一些高算力的晶片 看到一些五算力、三算力有折扣的人認為就優先兌換 除了一些高算力的晶片可以兌換之外 還有一些限定機體的召喚券 以及一些實用的模組 這個神秘商店就每天刷新一次 大家就可以透過水晶兌換一些實質有用的道具 而上次影片介紹過的武裝改造 其實今次更新了都已經實裝了這個功能 但應該目前來說等級就未開放 所以就無法顯示給大家看 至於最後的更新事項就關於我們一些戰鬥優化 當我們戰鬥的時候你會看到左上角 是會顯示我們觸發了的機甲被動模組 例如我們今次進行攻擊 就會顯示有什麼效果是疊加了 更加清晰哪些模組是適合哪些機體使用 至於我們交易所也多了一個合成超導體 有什麼用呢?就是可以啟動一些A級機師仿新電腦的算力單位 簡單看完今次的更新內容之後 又跟大家看看今次的全新彈池 全新彈池跟上次影片介紹過一樣 一開始就會有兩隻T0機師 紅以及西爾維亞 維琪就去到7月18號 還有我們另一隻S級寶師梅莉莎 也都是去到7月18號 至於全新的戰術家艾琳 他的結算時間就會多一個星期 去到7月25號 好了那就帶大家看看今次的戰術家艾琳 我們S級戰術家艾琳 他的戰術屬性在目前這麼多角色來說是最高的 高達4727點 角色的天賦就是透過使用火箭 如果進行攻擊的目標大於3個的時候 戰鬥後是恢復1點的AP值 每個回合只可以觸發一次 他的技能模組就是透過攻擊多個目標 來令到自身有AP值回復 留意艾琳的專用武器是使用火箭 而內奧米專用的武器就是導彈 兩隻戰術家使用的武裝都是不一樣 除此之外還會令到火箭的負重度降低 接下來看一看艾琳的技能模組 一開始1L的被動效果基本上不會用 如果本回合沒有對敵人造成傷害會恢復AP值 然後去到另一招的被動效果個人認為是必須要點 消耗1點AP值就會令到火箭的彈數完全恢復 並且有個暴擊率提升15%的機制 然後可以用回剩低的移動力進行行動 一招令到自身恢復彈數的技能模組 和內奧米的技能模組都是大同小異 然後去到他的核心主動技能 就是對三成三格的目標造成一個範圍傷害 擊中目標時會令到對方觸發一個短路狀態 令到對方損失最大的生命值 但不會摧毀對應部位 去到後面實用的AOE技能 這個AOE技能漫天有一個挺特別的效果 就是對5x5格的敵人造成一個2x0.175的範圍傷害 是會使用到兩門火箭進行攻擊 可以說是整個遊戲中最闊的範圍AOE傷害 但有代價的就是消耗6點的AP值 如果大家想使用這招的時候 第一回合通常都坐不夠AP值 去到第二回合才可以施放得到 雖然是這樣 但可以透過越高升數的艾琳 令到自身的AP值上限提升 當升數越高 他的AP值上限就越高 就可以第一回合打到6AP的AOE傷害 如果開放了α和β算力7的AP上限值提升 先建議大家使用這招的範圍傷害 然後去到另一招的核心被動技能 疑似 當使用火箭進行範圍傷害 就會令到對方想debuff 這堆debuff是根據對方的機甲類型而施放 例如對方屬於輕型機甲就會優先降低回避率 中型機甲遭受傷害值就會提升 重型機甲就會降低對方護盾值 所以這招的被動效果也是配合自身的AOE技能 一直向大範圍的敵人進行輸出同時間 令到對方上這堆debuff狀態 到最後也是這角色最核心的被動技能 煉獄火箭炮傷害值提升 以及使用第一次彈弱進行範圍攻擊對戰後 令到打擊了地形施加燃燒狀態 艾琳除了可以用較廣的範圍對敵人造成AOE傷害之外 還可以令到相關的地形產生燃燒狀態 產生完燃燒狀態 對方還停留在地面上 就會對敵人造成固定傷害 所以去到核心單元7 先是真正觸發艾琳的效果 艾琳裝備火箭時會有一招主動技能 消耗3AP的戰術軍閘 對三乘三格的目標造成範圍傷害 所以技能無組的話 大家可以考慮怎樣帶 究竟帶三招的被動技能 還是帶兩招的被動技能 再加一招的主動技能 大致上都是針對這四招技能 作出不同的變化 然後看看他的神經驅動 神經驅動剛剛有提及到 盡可能推高自身一些AP值回復 因為我們一開始用火箭的主動技能 都是需要消耗三個AP值點數 所以戰術家最大的共通點就是他們消耗AP值點數 比起其他職業更快 盡可能推高AP的回復點數和AP的上限值 至於加麻1和加麻2的技能模組會怎樣配合呢? 加麻2的我們可以優先推了一算力 我們剩下的七算力 優先選擇加麻1區 可以有一個再攻擊效果 然後提升AP值上限 當使用完自動裝填再恢復AP值點數 我們分配8點算力之後 再有很多的推高加麻1的算力10 每個回合首次使用戰術攻擊的時候 每消耗1點AP值就會提升自身傷害 那麼算力13和算力16個人認為 必要性不太大 就可以不需要特意用這個防身超導體 加麻2的算力13是值得留意的 令對方的debuff效果和地形效果持續多一個回合 原先兩個回合會變成三個回合 令火箭的射程提升一格 但攻擊範圍都是不變的 所以到後期來說 大家可以考慮 但在前期沒有任何防身超導體的情況下 個人建議都是優先開這個再攻擊 以及使用自動裝填的時候 恢復AP值點數 提升我們的戰術武裝傷害 其實在DC裡也看到不少課獎 到底應該將艾琳提升到幾星呢? 如果無課換家的話 其實就可以上到特1 如果課獎的話 我們可以優先上到特3 特3最大的分別就是 令火箭的負重量下降130點 如果降低之後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平均去到61級或63級 火箭的重量都是上1200點 假設兩個高品質的火箭 都處於1200點的時候 大家就無法同時享用 唯一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裝備出力背包 令到自身負重量提升 如果沒有這個背包的話 只可以用剛剛的方法 令到艾琳上到特3 上到特3除了可以解決火箭重量問題外 更加可以令到機甲裝備手盾 令到對方沒那麼容易摧毀我們左臂或右臂 接下來就介紹一下他的機甲 他的機甲是不能透過灰準行動獲取 看看他的模組 他的機體模組都是針對範圍攻擊 假設範圍內的目標越多 他就會有個傷害值提升 最多可以跌五層 持續兩個回合 然後另一個破陣模組 使用範圍傷害攻擊時造成傷害值提升 若果攻打目標大過3的時候 就可以令到對方降低一格的移動力 以及他有個內狗模組提升內狗值 今次這部機甲也是為了艾琳而設 令到他的AOE傷害值提升 和減低對方移動力 配合我們燃燒地形 這樣就可以對敵人再造成多一波的真實傷害效果 這個專用機體也是100% 無課玩家是必須要抽取 影片介紹到這裡結束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更加清晰了解 今次台版的1.1版本 以及全新角色艾琳 覺得影片有幫助 記得按個讚 還沒訂閱的觀眾 記得按訂閱鍵 以及加入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討論這款遊戲 還有什麼想問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